现年50岁的内地男星李亚鵬 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莫过于和天后王妃有过一段婚姻 而且还有一名15岁的宝贝女李燕 虽然她和王妃已经离婚8年有多 不过大家对她们的感情依旧关注 王妃就有个谢霆锋在身边 李亚鵬都不受寂寞 早前有传她和拍拖两年多 逝她差不多20年的超无女友海虾甘喜结婚 当时她们被目击去影楼影婚纱照相当甜蜜 之后有人在社交平台问她是否结婚 李亚鵬就简单回应 别样样了 看见了 那究竟是不是代表默认了呢 正所谓只就包不住火 话这么快这日又传出李亚鵬要再做爸爸了 近日有内地媒体拍到她陪女友到医院惨检 海虾甘喜虽然将自己包到密密实实 不过就包不住她的巨套 目测似乎就来删得这样 难得她依然手脚签诱 而且出入都不用人扶住 做完铲检之后 李亚鵬先送女友回家之后再外出 第二日传媒再拍到她们一起出门开餐 饭后海虾甘喜还挽住李亚鵬散步回家 不用问都知道有多恩爱了 现年31岁的海虾甘喜是四川宜族姑娘 曾获得第6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总决赛超模单项赛冠军 目前莫得儿和演员双线发展 其实她和李亚鵬交往两年期间 关系一直循序渐进 2020年她在社交平台上 发过一则关于自己以义工身份 参加燕燕天使基金会举办的活动 而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就是李亚鵬 去到去年李亚鵬还陪她回四川过年 当时他们拥抱唱歌的照片 曾经在网上流传 李亚鵬也有和女家开心合照 当时已有指向女方家长提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